大家好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六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观看更多的视频 美联储加息的大部分影响已被抵消 说金融条件越宽松 美联储越可能被迫在将高利率维持更长时间 如果你需要钱 你就能得到 宽松的市场粉碎了美联储紧缩的努力 美股飙涨 美债收益率下降 美国企业的融资似乎比预期的要容易得多 根据金融时报周六报道 美联储加息的大部分影响已被抵消 高盛金融状况指数为美联储自2022年5月 开始加息50个基点以来最宽松 虽然美联储在过去9个月中持续大幅加息 但金融状况却没有任何收紧 交易员们都在对抗美联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本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金融环境 金融条件变得更加宽松 美联储可能需要做得更多 宽松的条件反映了投资者的观点 即美联储实际上已经完成加息 而市场这么认为的原因是近几个月来 通胀率已大幅下降 那么国员证券将这种表现称为隐形的降息 美联储的加息逆转交易早已开始 其在报告中指出 美国经济基本面向下和不断加速的股指之间 存在方向上的分裂 美国的加息反转交易已经开始 美国的各种通胀指标都是在去年三季度见顶 此后美国的通胀一路向下 这给了加息反转交易最大的底气 大家的交易的不是政策 而是通胀本身 美联储今年的操作是一边加息 一边加速投放流动性 这给了市场另一层底气 值得警惕的是 金融条件越宽松 就越有可能出现新的泡沫 资产价格重新膨胀 美联储被迫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 富兰克林邓普顿固定收益首席信息官SD指出 现实情况是金融环境已经放松 我们已经有效地消除了大约450个基点的加息 金融条件足以让我们回到去年三月 随着市场逐渐相信美国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需求将保持强劲 这意味着将没有任何降息的必要 芯片制造商说行业需求复苏仍然缓慢 人工智能芯片领域是赢家 从英特尔到三星电子 全球芯片制造商都认为 半导体供应过剩形势已接近尾声 而人工智能芯片却在新兴技术热潮中 一路高歌猛进 由于全球经济疲软 高通胀和利率上升 企业客户和消费者都在缩减之处 所有主要芯片市场 包括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和数据中心 今年都出现了萎缩 这造成了芯片市场前所未有的供应过剩 导致全球最大的两家存储器芯片制造商 三星和SK海力士 上半年营业亏损 合计达到创纪录的15.2兆韩元 约120亿美元 不过研究机构C的数据显示 这种功过于求的情况已开始缓解 主要原因是减产 而且6月当季 个人电脑出货量下滑幅度放缓至11% 而前两个季度的降幅均为30% 智能手机市场也在好转 研究公司Counterpoint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手机出货量下降了8% 而第一季度的出货量下降了14% SK海力士财务长W 在本周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需求正在逐渐恢复 但同时也表示 最近个人电脑出货量的改善 主要是由促销和低端机型带动的 这意味着它对芯片需求复苏的影响有限 当前市场的转机 主要来自人工智能产业的崛起 支持生成是人工智能的芯片需求迅速增加 但该行业仍占整体芯片需求的一小部分 并且由于一些公司优先投资于人工智能 因此正在削减企业在服务器上的支出 行业整体形势好转 英特尔公司周四公布第二财季意外扭亏为盈 且当季营收和净利均超出公司自身指引的最高区间 并发布了强于预期的三季度业绩指引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P.J.在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该公司预计其所有业务部门在年底前仍将持续疲软 服务器芯片销售要到第四季才会复苏 他还表示云计算公司更注重为人工智能用的GPU 而不是英特尔的CPU 三星电子第二财季净利润下降了84% 但好于平均预期 眼下这家韩国科技巨头认为存储芯片行业正在经历低谷 这家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智能手机和电视机制造商周四表示 预计下半年全球对科技产品和半导体的需求将逐步恢复 三星电子表示 尽管人工智能领域对高性能芯片的需求强于预期 但智能手机制造商的芯片需求延迟复苏 且客户因全球IT产品需求疲软进行库存调整 因此仍对业绩造成了影响 野村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他们认为三星电子的利润有望从第三财技开始改善 因为半导体周期或已在全行业减产的背景下触底反弹 同时人工智能领域的蓬勃发展 目前正推动对该公司生产的更先进制程存储芯片的需求 人工智能芯片需求激增 自OpenAI的Chat GPT去年年底推出以来 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芯片需求迅速增长 尽管该领域仍只占芯片总需求的一小部分 云计算巨头、微软、谷歌和亚马逊 都在竞相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和服务 从而推动了对必要组件的需求 英伟达在5月份发布的最新季度财报中 大幅上调了收入预期 自身股价因此一路走高 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 KLA和L这个两家公司 也就是芯片设备制造商 也是人工智能热潮的早期赢家 这两家公司本周公布的季度营收预期均高于华尔街预期 推动其股价走高 L的首席执行官TA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与传统服务器相比 先进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具有更先进的逻辑 内存和存储内容 人工智能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的渗透率每年增加1% 预计将推动10亿到15亿美元的额外芯片设备投资 谷歌发布了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模型 搭载大语言模型最新进展 当地时间周五 谷歌公司发布新的机器人模型RT2 搭载了大语言模型的最新进展 且能帮助训练机器人理解扔垃圾等任务 RT2是一种视觉语言行动模型 可以通过在网络上投位信息和图像 训练机器人执行响应的动作 这使得机器人变得更加聪明 并赋予他们新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 如果希望以前的系统能够扔掉垃圾 必须明确地训练他们能够识别垃圾 以及捡起并扔掉垃圾 RT2则能够从大量的网络数据中转移知识 它已经知道什么是垃圾 并且可以在没有明确训练的情况下识别垃圾 谷歌宣称相比以往第一个版本 新的模型让机器人的性能几乎翻倍 准确率从32%提升至62% 谷歌DeepMand的机器人主管VV说 由于生成是AI的爆火 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整个研究计划 之前做的很多事情都已经完全失效了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机器人领域教授KJ表示 机器人的灵巧程度仍达不到人类的水平 在一些基本任务上也表现不佳 但谷歌利用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赋予机器人新的推理和即兴创作技能 这是一个有希望的突破 其实这个解垃圾这个任务比较难 因为有些旧东西被识别为垃圾 这就不行 那有些新东西想要去扔掉它 它又识别不了 所以这存在这个现实问题 我们周六的第一期说到了台积电和特斯拉 我们继续从TQQQT3Q这个做多纳指 来看一下市场当前处在什么状态 我们看到周线本周是一根阳线 这里周线 那为什么是阳线呢 因为我们是顺势 也就是说上涨行情的预期者 我们倾向于继续上涨 尽管市场看空的力量也有 随着上涨的幅度越高 看空的力量可能会越多 但是呢 由于我们观察到K线呢 在日线级别并没有持续的砸盘 这样的话 我们多头没有彻底的雷场 那对于TQQ来说呢 三倍做多纳指 似乎让人看起来更清晰哈 你看 这个图在第二根航线代表的支撑区附近 在一个多月之前突破回踩 再拉升再回落 再拉升再回落 再拉升 这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在震荡上行 而不是震荡下行 这样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边拉升边洗盘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阻力区呢 可能要到57 或者是55到50 55到60之间这个位置吧 就这个位置 或者是接近60左右的时候 那么现在是45 所以上行的空间仍存 感受到两倍 有人说感受不到 这马上就要跌了 不 因为下方这根横线呢 已经变成了支撑区 而且趋势呢 在变得陡峭 对吧 这是周线给人的感受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 说万一他 你看周四那天跌下来 我们再等周五是止跌呢 还是暴跌呢 你看人家止跌了 那么下周万一暴跌呢 那就再重新再数这个 红色K线的个数啊 至少两根往下打 对吧 所以呢 至少在周二 或者是啊 周二下午 或者是周三上午 我们啊 再判断市场是不是空头 那么如果周一是阳线呢 那你就得推迟到 继续往后数 对吧 所以呢 多头目前还活着啊 还活着 说有没有可能在 这个市场确实是一切就有可能的 但是可能性有大小 对吧 那如果不出现持续的阴线 阴线可能性就小 那么老是出现阳线 那只能往上看 好吗 这个图目前啊 暂时还是假设继续往上看 好 那大家还记得吧 在这 这是上一次 做多的一个位置 坐下来 你看现在已经涨了 百分之 八十了 将近 那么再往上涨就百分之一百二了 到这个位置了 对吧 有人说之前 之前 有网友在这的时候 做多不信 希望他往下砸 但是人家涨上来了 对吧 我觉得 我们第一开始在这朝底的时候 不信 我可以理解 后续呢 在这横盘这么久不跌 再做多 再不信 就有点之后了 那么现在再涨呢 你不信的概率反而应该增加了 因为有可能啊 给出一些回撤来 是吧 这就是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 人们啊 对市场的倾向度啊 倾向程度 或者预期啊 会不一样啊 因为位置变了 是吧 但是啊 目前呢 阴线呢 需要持续性啊 才能啊 说服多头彻底立场 我们看一下TDOC的周线 这个图我们在周线级别 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打阳线 指跌 对吧 这个图我们在近几周 也在观察抄底的机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布局多单 那么一旦涨起来也不得了哈 当然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去看啊 对吧 一步一步的往上涨 不要一下子看很远啊 当然你可以去展望 说展望到哪 展望到这儿都是85 展望到这儿就是140 展望到这儿呢 就是4倍 对吧 你往上越越越越越难啊 对吧 当然一旦涨起来 那也不得了 因为它可以直勾勾的运动 反转形态一旦出现 它也可以直勾勾的运动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日线 周三这个K线相当的强势 跳空 高开 拉升 打阳线 是吧 周四大盘跌了 它就是冲高回路了一下 周五 上下探就弹了起来 就说明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位置呢 构成一定的支撑了已经 那么下周一有可能是阳线啊 然后呢 去摸一下这根横线 好 然后呢 一步一步往上走 这呢 我们就是相当于挖掘400%的利润空间了 对吧 这图第一大浪 第二浪 阵阵阵阵阵阵 没有跌破 走起来 这更像是zoom 是吧 也类似反转形态 从底部反转 那就是底了 好 我们反过来看一下SQQ 感受一下周线 本周周线 又收阴 本周周线 开盘 是 跳空低开 因为上周的收盘在这 本周的开盘在这 然后冲高了一下 然后把它砸起来 但是还没有破新低 但至少它是一根阴线 表明全周博弈结果 这个图的 空头胜出 多头失败 因为这是做空类的 跟大盘正相反 所以呢 右侧交易者没有近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说下周会不会止跌 这个也 有那种概率哈 有 但是啊 我们的右侧交易者还在等待 好吗 有人说这个右侧点费太远了 那你至少给我来一个大一浪啊 长一点 变这么两三根开线就结束 对吧 这两三根就结束这种 更像是这种横盘 你看两三根就结束回落了 对吧 像这种 你要有像这种陡峭的就好了 没有吧 我们来看一下SQ SQ的周线符合我们的抄底逻辑啊 一 二 指跌 做多 你看周线虽然缓慢啊 但是也是漂亮的图 对吧 非常漂亮啊 一点一点往上走 对吧 本周周线跟上周周线 其实都是阳线 上行过程中有回落 可以理解 为什么 因为道指第三根是大阳线 他需要在这附近洗个盘 你看 洗完盘之后 他又指跌了 又是阳线 所以啊 你要允许市场有一些回落的周 或者几个将一日 你看 这边这些阳线 都有下阳线 下阳线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回撤呀 回撤再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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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可能反过来吗 也可以啊 冲上去回撤 指跌 是吧 上行线就代表冲上去回撤了 就指跌 下阳线跟上阳线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在日线图上 你看得清楚 周线上就是上下阳线了 那目前呢 可能还要再往上摸啊 那么理想的话 去摸到这个位置 因为这是底部的一个大底 对吧 头肩底 这是一个左肩 这是头肩 右肩 走起来 到这150 我们看见日线 嗯 说现在是空头了吗 不是 因为 两根趋势线都没有被跌破啊 你可以适当的调紧一点 嗯 这趋势线不能太严格啊 太严格有时候会刺破 你得稍微给他点空间 让他拨动 是吧 特别是密集横向阻力区的时候 他有可能横盘洗个盘 好 看看能不能去摸到89到90这一带 上面这个位置 好吧 一旦摸上去 是展风盘 就要继续走 好 150% 对吧 嗯 半导体大行业的周线 我们感受一下 本周呢 我们也做了密集的讨论啊 包括对 对谁啊 对 NVDA 他们 包括英特尔什么的 的共同讨论 对吧 你看这图 我要把这个 这根横线调整到这 那是不是就要上行了 我们把这些线删一下吧 太多了 我们重新画 跟你画一个 这个点放这 行吧 哎 你看 把这个高点 突破回踩 拉升回落 拉升回落 这不是震荡上行的 一个态势吗 我们画一个 可能的趋势线 我们就把 接近这一点 跟这连上 行吧 当然这有点陡 还有一个平缓的趋势线 从平缓的趋势 变到陡峭的趋势 是什么意思呢 加速上涨 所以这个半导体呢 有可能要加速上涨 接下来 那接下来的阻力区 我们可以画到这 甚至是 这个位置已经被破掉 你看这个拐点 那我们就直接 放到这来 行吧 或者附近吧 附近吧 不要太高 有时到不了 也就是说 37 或者40 这一位置 对吧 我把这下跌区 先给画上 画这 这样画 所以呢 半导体行业还要涨 感受到了没 周线 有时候感受到了 没错 确实是要涨 涨的感觉 我们看一下 拉升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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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升 对吧 接下来就去冲高高 去测试 37 甚至更高 这是一个加速 蓄势的一个过程 就冲上去了 上涨大高潮 这一旦出现高潮行情 我们要有地方回撤 好 这是进一步做多的一个机会 说还整 是的 好 我们看一下 shop shop的转头 看起来像谁 像不像刚才 Soxo 有人说太像了 所以这个位置 在周线上 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 震荡上行的态势 你看空头四根 可以见人家一根 对吧 空头三根 他一根 这空头两根 那下周 估计又是阳线 继续往上震荡上行 对吧 这是周线 我们看一下日线 说他周四 跌了一根阴线 周五又是阳线 所以这位置 到底迫不迫位 一般顺势预期 是不迫位 我们的预期的概率 顺势概率更高一点点 除非啊 他周一给出阴线 但目前看来 叙事方面啊 这个给出阴线的概率呢 会略低 不是没有啊 是略低啊 所以这图呢 应该继续看涨 SE的周线 感受一下 是不是抄底图 弹起来 落 止跌 对吧 那应该继续看涨 去挖掘这一波 那么一旦走起来 那就飞起来了 我们应该往更高的位置看 120 对吧 100%左右的空间 其实上方阻力区比较少 他可以直勾勾的飞起来 这是周线图 对吧 你看 拉升回落 止跌 坐起 坐度 看到吧 我们应该画一个 日线级别的趋势线 去看一看 能不能继续涨一涨 好吗 好 我们看下Roku Roku大涨 你看周线 回落 弹起来 摆脱这根阻力区 变成支撑区了吧 接下来要起飞了吧 木头姐要翻身了吧 翻身 到这 对吧 我们之前预期 400%的空间 到最高位了 对吧 那么现在还早呢 是吧 所以挖掘 45倍 45倍的利润 是可行的吧 梦还是要做的吧 看一下日线 还得做多吗 是的 稍微震一震再走 往上走 对吧 把这趋势线拉长 好吧 这就是头肩底啊 摆脱了 摆脱头肩底就要飞起来呀 好吗 Raven最后一个啊 Raven的周线 是不是也要涨 是的啊 是的 趋势线画好 可能还要涨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倾向于上涨啊 因为空头不够持续啊 我们把移动值怎么调高 如果他给出一个回撤篮 也可以接受哈 给出一个一波回撤 也是可以接受的 大家明白吗 虽然我们预期后期还要涨 但是洗个盘也没问题 好吗 好 这是Raven 好 这期节目呢 也有一些做多的机会哈 大家仔细把握 好 我们先说到这里 接下来 好 val и 词